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黎兒文傑新時代頻道,我是劉文傑 今集想跟大家,其實已經很晚兩點多了 我也想跟大家拆解一下英國的國安法 因為原來它的國安法是非常之容易觸犯 而且它的國安法是非常非常之多的 一般人原來都會很容易中招 很難避免的也是 即是說其實英國的國安法是 它想告你就可以馬上告得到 如果是這麼不幸運被告的話 那個人是會被限制一個人身自由 今次英國用它的國安法去告我們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聘請的職員 這件事隨時會引起一些外交的風暴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呢 我們香港政府又有什麼表態呢 我們稍後一起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選個全部 這樣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了 大家知不知道英國的國安法 是有多少個部份有多少條 英國的國安法有六個部份 是有超過一百條 一百條的國安法 我們的國安法只有這麼少 是不是 那對比起哪一個地方的國安法是多些呢 而且原來他們的國安法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寬鬆的 就到今次的事件 有記者找了葉太葉劉淑儀和黎Sir黎動國 兩個前保安局局長 也是新聞黨的主席和常務副主席 也是現任的立法會議員 其實是查詢過的 我自己也是看了 那個英國的國安法 他們所謂 拿來拘捕這幾位香港的人士等等 他們說國安犯的罪行 我也都看過少少 今天和大家一起拆解一下 我看完之後 我覺得就是說 原來一般市民 都是會犯的 他所謂的國安法 我們看看 首先 大家知道有三個男人 被英國以違反英國的2023年的國安法 被拘捕 裡面包括香港人 而其中一個人 是現在受到香港政府聘請的 他就是駐倫敦經貿辦事處的行政經理 原從標 當然 很多人對他的背景覺得很神奇 還是覺得應該要被拘捕 等等 在連登仔裡面有很多這樣的說法 他的背景就是他曾經做警務人員 而且觀置警司 是否做警務人員 就不可以再受拼用 甚至乎不可以去英國旅行呢 其實原來 大家 可能 這麼多位在座的朋友仔 或者搭車的朋友仔 你們都可能會觸犯英國的國安法 為什麼呢 我們繼續說下去 根據英國警方公佈 他們涉嫌違反了英國的國家安全法例 2023的第三章第一節和第九節 以及第十三章第二節和第七節 就說他們協助海外的情報機構去服務 而那個海外的情報的服務 就和香港有關 一旦罪成 最高是會判十四年的監禁 而曾經做過保安局局長的行政會議召集人 也是立法會的議員葉劉淑儀、葉太就說 英國的國安法是非常之嚴厲 由於加了外國的勢力 關於這條罪 所以是非常之容易中 非常容易觸犯的 所以香港政府是應該 幫他們尋求一些法律的援助 即是幫被抓的人士 英國的國家安全法例2023年 這條條例在上年通過 其實這條條例通過之後 基本上所有人 包括英國他們自己的人都覺得很難很難 這兩年他們通過的警權法和國安法都覺得非常之難 那他們就說 這條法律是主要針對威脅到英國民主 經濟或者價值觀的敵對行為 那就糟了 價值觀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在那裡說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 英國的英倫風格沒有中國那麼好 影響它的價值觀 拉特 英國是風光如畫 但我還是喜歡 杭州西湖的景色多些 為什麼呢 給一些西湖想你看 影響它的價值觀 拉特 威脅到英國的民主 英國你這樣的選舉 有什麼意思呢 你們只有兩個派別選 其他那些沒有用 在這政黨輪換 沒有意思的 你們這樣 有意義嗎 對呀 可能這些投票也不是那麼好 威脅到它民主 拉特 經濟 這就是經貿辦所做的事 在英國那裡 你不如 匯豐你不如拆回來香港這邊 你來做生意的 不如在香港做總部 更好 上市不如在香港上市 不可以在英國上市 那怎麼辦呢 影響到它經濟 拉特 你想想多寬 你去英國做生意 你賺英國人錢 你也影響它的經濟 什麼呢 拉特 死定 他說 如果 那些國家 他們認為受到相關的威脅 就可以取出相應的行動 這次這三個被捕人士 他們的控罪條文是怎樣呢 我們可以看看 第三章是什麼呢 就是協助愛國情報部門 第一節 一個人如果有以下行為就是犯罪 首先 從事任何類型的行為 並且 意圖是實質協助 外國情報機構 進行英國的相關活動 好了 什麼是外國的情報機構 什麼什麼 情報調查科 這些東西 警務人員這些東西 情報機構 好 想想想想 不單止 我們經貿辦可能也是 英國現在有什麼公司上市 有什麼公司想在英國上市 怎樣才可以找到一些英國的機構 他們想去發展 怎樣可以拉他們去香港發展呢 這些全部都是 怎樣跟英國談生意 跟香港公司多些合作都可以談生意 全部都是 這些都可以說是情報機關 原來跟英國相關的活動 這樣也是 拉特 你怎樣再去英國談生意 第九節 凡本節規定的罪行的人一經定罪 就可以處以不超過14年的刑期 或者罰款 或者又要罰款又要於刑期 這是一個佛則 英國認為他去幫一些情報機關 去找相關英國的活動 包括經濟 包括任何東西 OK 道德 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 第二節說 如果有下跌情況即是犯罪 那個人從事禁止行為 什麼禁止行為 不知道 外國勢力條件符合有關禁止行為 而且 那個人不顧後果地 去做一些被禁止行為 或者構成行為的一部分 或者會產生干預的效果 那就糟了 我跟一傢伙聊天 我跟一傢伙說 即是你的生意 不如搬禁點過來 搬禁點來香港 搬禁點去中國 噢 禁止行為 糟糕 它說符合外國勢力 對吧 你是什麼人 香港人 外國勢力 糟糕 其實你說是否很容易中 其實真的很容易中 你只要是 首先是外國人 即是英國的外國人 幫外國機構打工 之後你是英國的人 但是你幫英國以外的機構打工 你都可以為外國的機構服務 然後你幫外國的機構跟你英國某些去談生意 而問題是 那個好處是去外國機構的 那你就立刻犯法 那各位 我想問一下 你們 對於英國來說 是不是外國人 你們是否中國人 你們是否中國香港人 是 中了一半 你們是否受固於非英之機構 是的話 再更多些 你們的工作會不會在英國涉及到商業 或者涉及到某些所謂調查的工作呢 例如你是記者 那可能已經是 又中 你會不會幫你的機構去賺英國的錢 這樣會影響它的經濟 又中 很容易中 所以葉太在昨天出席了香港的峰會之後 他給記者訪問他 他也說 其實英國的國家安全條例2023是非常之嚴厲的 他再加了禁止外國勢力干預這條罪行 基本上很多人都很容易觸犯 所以就現在如果真的涉及到香港政府聘用職員的話 那麼政府應該要幫他尋求法律的援助 另一位立法會議員 亦都做過保安局局長的黎棟國黎sir 亦都接受無線訪問的時候亦都說 英國的國家安全法 它的罪行本身是很廣闊 你聽我剛才的拆解 你可能都會了解到 真是很廣闊 很難搞的 他都說凡是涉及到對他們所謂的國家安全 或者利益一些東西 造成一些不利的時候 而你又符合外國條件的話 你已經是構成犯罪 而限制犯罪受調查的人 各方面的日常生活的權力都很大 亦都可以很持久 即是說他可以是要你長期去報到 要你長期宵禁 要你鎖住你所有的生活細則 包括就是說你只可以住在某個住所裏 你只可以用某部的電話或者電腦去做通訊 或者上網其他的電話電腦 你不可以用 有很多不同的限制 你的人身自由亦都會受到一個很大的監控 這一個是英國的國安法 它所辣的地方是超級辣的 這件事劉兆佳教授亦都說過 亦都說 要視乎英國提出什麼證據才可以判斷這件事 但認為特區政府沒有理由 派人去打探英國的國防 外國情報等等這些組織 或者這些機密 沒什麼可能 估計可能是有機會了解 一些反中亂港分子的動態 但是那些是香港人來的 那些是香港人來的 但這些亦都不影響英國的國家安全 反中亂港分子是針對香港和中國 問題是 我昨天都說 如果在街上遇到一個人 譬如你去英國旅行遇到羅莞聰 那你死定了 他知道你是香港人 他說你監控他 那你死定了 他說你跟蹤他 那你死定了 又被人抓了 那你真是很闊 這件事 劉成花教授就說 間諜罪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指控 要看英國當局有什麼實際證據 認為這件事很大機會 會演變成為中英的外交風波 而我們的香港政府 亦都在昨天晚上的時候 發了一個聲明 就說已經嚴正地要求英國 是公正地處理這件事 要切實保障 聲稱攝氏的經貿辦行政經理的合法權益 亦都要保障我們的經貿辦的正常工作 不受影響 但我相信也很難 因為它的國安法說 經濟各方面都是它國家安全的一部份 那 就麻煩了 我們的經貿辦 其實還能否發揮到一個的功效呢 會不會處處受到英國的打壓呢 是不是 聲明裏面說 香港駐倫敦經貿辦的職責 是和當地的政府、商家、智庫 和不同的人士保持著緊密的聯繫 從而加強香港和當地不同領域 包括貿易、投資、藝術和文化等等 是交流 並且提高當地人士和企業 對香港獨特優勢的形式 去促進我們香港的經濟利益 這樣的話 可能已經犯了英國國安法 是不是 沒有理他們的經濟利益 就是理我們的經濟利益 是不是 那麼特區政府已經是 嚴正要求英國要公平公正地處理這件事 其實保障我們經貿辦的行政經理合法權益 也都必須要確保到經貿辦的正常工作 不受影響 但是我相信他都應該是 保障不了了 OK 是應該保障不了了 我們外交部署港公署都指責 英國濫用國安的名義去任意逮捕和激壓 說真的他這些都應該 我相信他應該真的是政治操弄來的 因為我剛才所說的事情 我都說過 就說 喂 基本上他講什麼都可以 因為太容易中了 太容易中了 所以這件事其實 真是 老實實我認為 是屈字對 是完完全全的屈字對 無論你有沒有犯什麼法例都好 告不告得你入都好 他是要捉一下你 是要搞一下你 你也真是催它不再拔它不長 OK 不知大家怎樣看這件事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你怎樣看這件事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 選了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